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有关于集合的一些构造啊 跟一些映射的那个那个常见的一些映射 那么我就想用一节课时间把前面去年讲的一个一张书浓缩一下 浓缩成一节课 那么如果大家啊对这些东西已经很熟悉的话 那么你可以跳过这一节课直接进入托普的复习 如果大家啊听完这节课之后觉得还需要一些更详细一点的讲解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去去年的那一个抽象代数的课前面的那一集章 我们一节一节的详细的做了讲解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集合的复习 那么我们先讲元素跟子集 那么集合呢大家都知道集合是由元素构成的 那么我们有一个集合A 我们有元素X在A里面 我们就会用这个符号属于写X属于A 如果X不是A的元素的话 我们就写X不属于A用一个斜线把那个属于符号画掉 好那么那个A如果A里面对所有A里面的元素X X都在B里面的话 那么也说A是B的一个子集 这个到的A呢是对于所有的意思 是一个符号 数学面常见的符号 对所有A里面元素X都在B里面的话 那么A就是B的一个子集 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不是A不是B的子集 跟A是B的真子集 这两个不同的符号 好那么我们说两个集合 什么时候它们两个集合相等呢 两个集合相等当起的紧张 A既是B的子集 B也是A的子集 只有A跟B这两个集合 是相等的意思 那么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命题 要证明A等于B两个集合相等 那我们就证明一个子 一个集合是另一个集合的子集 而另一个也是这个集合的子集 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接下来讲一讲集合的运算 那么集合之间常见的运算 那么有哪些呢 有并级 那么为了简单 我下面就用文式图来 来把这个意思画出来 那么我们有个集合A 我们有个集合B 那么A跟B的并级就是 所有属于A跟属于B的元素 一起组成的集合 然后并级之后我们有交集 同样的图 交集只是中间这一块 这是A跟B的交集 然后还有 A跟B 还有个差级 就是我们把所有A里面的 不属于B的元素 选出来 A跟B的差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个特例 如果A 是B的一个子集的话 那么我们 可以 用文式图写成 我们这是集合B 然后A是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 A的补集 A对于B的补集 就所有在B里面 但不属于A的元素 也就是B去掉A 好 那么我们除了这几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 譬如说 A跟B的G 那么A跟B的G 我们就不用文式图来表示了 A跟B的G 我们应该怎么想象它们呢 应该想象 像我们以前高中学习 直角坐标系 就譬如说 这条线是代表 集合A 这条线代表集合B 那么这平面上的每一个点呢 就代表一个 A跟B成绩里面 集合的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元素呢 第一个元素X 应该是来自于A的 集合A的元素 第二个元素Y 应该是一个来自 集合B的元素 好 有时候 有些 有些集合 我们想做的运算 可能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一个 叫指标集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 譬如说 什么叫指标集呢 指标集 就是说我们把 我们要做运算的对象 那些集合 做一个标示 把它们标示 A下标I 然后下标I 是属于某一个集合 I里面的元素 那么这个I 就我们就称为指标集 那么 这个指标集 我们常见的有 对于 所有AI 所做的并集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 每一个AI里面 所有的元素 一起 组成一个集合 我们就继为这个 然后我们还有 所有 AI的交集 就是把 属于 每一个AI的元素 集合起来 作为一个集合 然后我们还有 这一个 是对所有的AI 做一个 机 那么这一个呢 它里面的元素 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不能说数列 就一个 这样元素 组成了一个 一个对子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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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整体 那么每一个 AI 是AI里面的一个元素 就是把 里面每一个AI 哪一个元素出来 然后把它组成 一大块 然后 成为一个 作为一个元素 写在里面 那么 这一个 为什么是这个符号呢 这个符号 其实是 对应 我大家 以前 学习过这个 这个是 希腊字母 Sigma的大写 然后Sigma 是对应的是核 那么这是Pi Pi对应的是 那个 那个 G 所以我们用 希腊字母大写牌 来表示这个 成绩 然后我们下面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一些集合的运算 譬如说 我们有一个 集合A 跟B 那我们就可以写 A的B次方 A的B次方 什么意思呢 就所有 从B 到 A的 映射 所组成的 所组成的 的集合 那么 其实 这一个 我们上面讲到的 这一个G 它也可以写成 如果你是同一个 所有的Ai 都是同一个集合 A的时候 它也可以写成 A的I次方 就把 每一个 对每一个元素I 我们找一个A的 的 复制品出来 然后把它们 乘起来A的I次方 如果当 所有 Ai 都等于A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一个写法 那我们还有一个 衍生出来的写法 就是 2的A次方 2的A次方呢 也是 A里面的 字机 所组成的 集合 也是 我们平常 说的A的密集 好 下面我们讲一讲 运算之间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等式 那么我们首先有 并级 跟交集的一些结合率 和交换率 那我们也可以去 交集在这里 结合率跟交换率 就不要显然 就大概 是吧 A B跟C 并之后再跟 AB 也是等于A跟B先B 再跟C并 然后 没有 稍微没有这么 显然的 是分配率 那么也就是说 A 先交了之后 再B 是等于 可以先别 分别 先分别跟C 相B 然后再相交 或者我们 如果 先并 再交的话 可以先相交 再并起来 是分配率 那么 还有一个分配率 是 交集 可以分配 在那个 C上面 做分配率 我们集合的 成绩 譬如说 如果A 跟B 都是X的 子集 然后C跟D 都是Y的 子集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做 A 交B 乘以 C交D 那么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集合 对应的 怎么分配呢 就是 我们可以 A 跟C 先相乘 然后再 交上 B跟D 相乘 那我们其实可以 用文式图 看出来为什么 是这样 我们画一个 用一个指标 坐标系来代表 这个 X跟Y 那么 譬如说 A 是这一段 C 是这一段 这是A 是C 那么A交C 是这里面 这一段 那么同理 如果B 是这一段 要D 是这一段的话 那么B交D 就上面这一段 那么 这两个交集的 成绩 应该对应的是 这个小方块 那么如果你先把 A跟C 先交呢 先相乘呢 那我们得到的是 上面这一个 大的 方块 把B跟D 相乘呢 我们得到是下面 这一个方块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方块 相交的地方 恰恰是 这边两个交集的 成绩 好 我们接下来 第三个呢 要讲的是 等价关系 那么关系这个词呢 其实在集合论里面 就是说 我们可以 把关系这个符号 放在两个 集合里面 两个元素之间的符号 就是一个关系 就等价关系呢 是 比如说我们有个集合 X 我们想 另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等价关系 是一个 写在X跟Y之间 两个元素 X面圆 两个元素之间 一个符号 就是小曲线 然后它要符合 三个条件 这是等价的条件 等价的三个条件 一 第一 首先它要有 自仿性 就每个元素 X 必须跟它自己 等价 那第二 它有对称性 就如果X 跟Y是等价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 Y跟X也等价 第三个 它们有传递性 就说 比如X跟Y等价 然后Y跟Z等价的话 我们可以推出 X跟Z 也是等价的 这是三个性质 好 那满足这三个性质的 的一个关系 它我们就要把它 称为等价关系 那么集合上 我们有等价关系 我们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构造呢 等价关系马上 我们自然而然的 就想出 就应该做等价类分割 那么所谓等价类分割 价类 就把集合X 把它们 互相等价的一些元素 互相等价的元素 全部选出来 作为一个 子集 然后另外一个 互相等价的元素 又选出来 作为另一个子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集合 分成很多很多的块 我们就把这些 就是等价类分割 那么我们有一个 等价关系 一个集合 有个等价关系之后 我们可以把 这个集合 写成 它的一些子集的 一个不交病 那么我们把每一个子集 就叫做一个等价类 那我们这个符号呢 我们这符号是从 那个病集的符号 衍生出来了 这病集的符号 像是原的 这个不交病 这叫不交病 那不交病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但取病集 而且我们要求 这个病集里面 的那些集合子集 是两两不相交 那我们就可以把 x写成一些 它的子集的不交病 那每一个子集 xi 需要一个等价类 那等价类有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它 一个等价类里面的 一个元素 来作为一个 一个代表员 来继承 比如说xi 可以写成 我们用一个中括号 把这个元素x 扩起来 然后x 是xi里面的元素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符号 来标记xi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构造 就所谓的商级 我们可以做商级 x除以这个小曲线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 由等价类所组成的 这集合 大家注意区分 x是等价类的不交病 而商级是由等价类 作为元素 所组成的集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